晚年凄惨的明星 第一位 蓝杰英 她是最美 春三时娘亮觉舞台山 随后感情受创遭遇车祸精神恍惚 2018年 在家中晕倒时就身亡享年55岁 第二位 李双江 曾经是享誉全国的知名歌唱家 后来因为儿子出事被抓名声敬毁 现年82岁高龄 还到处街上眼赚钱 第三位 陈淑化 年轻时占据华语乐坛半壁江山 后来母亲意外去世 遭受打击生患抑郁症 病情加重影响致力 身居减出不再露面 第四位 郑泽氏 当初凭借肥猫让大家熟知 后来与朋友投资失败负债8000万 为了还债烂片也结十几年后终于过气 第五位 刘家辉 她是七八十年代 叱咤影谈的功夫巨星 后来中风半身不随 妻子儿女跳出来争家产 晚年无所依只能靠朋友的阶级生活 第六位 李兆基 曾是影视圈四大恶人之一 年轻时出演许多作品后来患上中风 没有经济来源交不起房租 差点流浪街头 最后一位 曹达华 经常在电影里担任探长的角色 从影半世纪800余部作品财产丰厚好赌 2006年 从家中天台摔伤 2007年未出血去世 你觉得他们谁最可怜 你觉得他们谁最可怜